为什么钱是不可数名词呢? 名词可数不可数分不清 今天一条规则教你搞定 钱面加上数字 如果有意义就是可数名词 没有意义就不可数 比如苹果 在他前面加上数字 数字三 也就是三个苹果 有意义很好理解 那么苹果,apple就是一个可数名词 那再比如水,water 它的前面加上数字 数字三,three water 是什么意思呢? 三滴水,三杯水 还是三瓶水呀 发现没有 加上数字到底值什么 分不清楚了 所以水,water就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同样的money,钱 它的前面加上数字 比如three money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三种钱 还是三块钱 三毛钱 没有意义 搞不清楚了 所以钱也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 就给老师一颗小星星吧